第1415集 什么味道 嗯 什么味儿啊 莫小鱼刚回到白鹿的房间 小飞花也在 看着莫小鱼就喊道 啊 什么意思啊 哎 那个混血的味道怎么样啊 是不是酥酥软软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啊 小飞花一向就是看热闹不闲事的 当着白鹿的面 让莫小鱼下不来台 啊 跟你的味道差不多 滚蛋 你知道我的味道 来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 小飞花说着就要去对付莫小鱼 但是被他躲过了 好了好了 你们俩见面就恰 他们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觉得这家人都怪怪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小鱼 你跟他们谈完了吗 要不然我们走吧 还要去胡志明市呢 哼 我倒是想走 但还要再等几天 酥爷也怀疑他的这些儿女们突然回来 没那么简单 即便是要争夺财产 也没见过这么赤裸裸的 所以他怀疑这里面有事 还要等几天 几天呢 那你说个准确的时间点 要是过了这个时间 我们必须走 我担心局里有人会先我们一步找到鹰眼 那样就麻烦了 这不但是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没人可问了 还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我知道 那就三天 好吧 如果三天了还没有答案 我们就走 不管了 好吧 这可是你说的啊 到时候别有这事那事的了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白鹿不高兴的说道 要想在香港跟踪一个人 确实很难 但是邱天刚手下有的是人 莫小鱼只需要混在这些人里 看着邱海涛会和谁接触就行了 但是说实话 莫小鱼觉得没多大希望 一来是现在的通讯技术这么发达 有些事已经不需要见面 就可以通过电话解决了 而另外一方面 邱海涛如果是有备而来 那么这些人的交流 肯定是甚之又甚 要知道 这里是邱天刚的地盘 怎么会让人发现呢 果然 莫小鱼跟着鸿门的人一起 堵在邱海涛所住的酒店两天 他都感觉到自己快要臭了 心想 自己也算是尽力了 实在查不出邱海涛有什么疑点 自己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莫小鱼实在受不了车里的空调和汉字的味道 下车去了对面一家冷饮店 喝杯冷饮凉快一下 打算明天离开香港 前往越南 坐下之后 刚刚端起冷饮 没想到在酒店的门口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虽然他戴着墨镜 但是莫小鱼依然认出了他 贺明阳 莫小鱼仔细看了看 没错 就是贺明阳 莫小鱼抬头看了看 万朝国际酒店的大招牌 按说贺明阳住在这里也有可能 但是莫小鱼觉得这事还是蹊跷 于是他端起冷饮出了门 坐回车里面 静止去了酒店大堂 大堂里凉风袭袭 莫小鱼坐在一角 等待着他出来 要是他的话 这背后又会有谁 这个答案呼之欲出 贺明阳没有在大堂办理住宿手续 静止上了电梯 直奔自己要找的人房间去了 莫小鱼一杯冷饮还未喝完 贺明阳就出来了 在走过大堂时 莫小鱼叫住了他 贺明阳看到莫小鱼在这感到很震惊 莫小鱼也看出来了 喂 你最好是过来和我谈谈 如果你不过来 我就带你去另外的地方 到了那儿 一切可就由不得你了 莫小鱼威胁道 贺明阳走近了一线 问道 莫先生 莫先生也在这里住吗 你别管 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找人吗 我就不能住在这里了 住在这里 你上去不到十分钟 十分钟能干啥呀 你就算是出个台 也得半个小时吧 莫小鱼讽刺道 莫先生 我这是在和你好好说话 也是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 你要是这么说话 咱就没必要谈了 再说了 我和你也没那么熟 说完 贺明阳站起来就要离开 莫小鱼微微一笑 看着他站起来 挺挺欲立的身姿 小声说道 小奴婢 你忘了你是谁了 刚刚还脸色阴冷的贺明阳 听到莫小鱼的话之后 尤其是那三个字 小奴婢 就像是一个按钮一样 打开了他身体里某处的开关 浑身一震 渐渐地回头看向莫小鱼 坐下 莫小鱼指了指 他刚刚坐的地方 说道 赫明阳回身 一眼坐下 看着莫小鱼一言不发 在这个时候 他的潜意识 开始发挥作用 当然 这是因为降头的作用 莫小鱼只是唤醒了降头而已 告诉我 你来这里找谁的 秋海涛 找他干什么 莫小鱼问他 虽然心里有些猜测 但是真的听到他这么说 还是感觉到头疼 毫无疑问 这事不是赫明阳一个人这么简单 商量一下 怎么要他老子的命 莫小鱼大吃一惊 他们只是要除掉秋天刚吗 是皮特 还是贺锦生 或者是米先生 谁想要他的命啊 我们 你们是谁 皮特 米先生 孟山都 山口祖 还有很多人 都想要他的命 贺明阳说的 那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莫小鱼咒没问他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以前 用降头术控制了他的意识 那这些事自己恐怕是 想碰脑袋也想不到 本来 我们是采取暴力手段 但那样动静太大 容易被鸿门报复 所以 当我们得知 秋天刚病了之后 我们的人 找到了秋天刚的后代 威逼利诱 让他们回来争夺财产 威逼利诱 让他们回来争夺财产 因为秋天刚心脏有问题 醉剂激动 所以我们让他的子女闹着 争夺财产 说不定可以实现 用最简单的手段除掉他 让他再次心脏病复发 可是没能凑效 还被赶了出来 我是来见他 看看他的想法 贺明阳说的 结果呢 看来 还是要靠暴力手段 定点清除 什么时间 来的人都是谁 不知道 或者明天 或者今晚 不是我负责 由专门的杀手来执行 梦山多 莫小鱼问道